好,来,我们看到啊,我们本身的这个新陈代谢也逐渐变慢,年轻时你轻而易举就能做到的动作,到了老年却无能为力了,好,那就是老了的时候,对吧,你没有办法去做一些事情,而那些事情就是你年轻的时候能够做到的事情,好,无能为力,这几个词大概都有填空, 好,那接下来的下面这个完成这个句子啊,我们待会看看,如果有时间的话,咱们再来做,没有时间的话,大家下去把它完成,好,接下来我们去看课文,这篇课文的题目不用说,我们看到这个热身小部分,好,首先在这里这一幅图,对吧,一看就知道它是海洋动物,海洋动物,海底动物,好,那像这样子, 生活在海底,它不是生活在海底,它不是生活在陆地的动物,咱们不是每天都看到,对吧,大概知道它是来自于哪儿,好,所以呢,有的东西,有的动物,在我们的眼里看起来,它其实长得很奇怪,奇形怪传的,是吧,奇形怪传的,好,那除了像这样子的啊, 有同学还见过,有同学还见过,或者是在那个手机啊,电脑啊,等等上,网络上有没有看到过其他你认为,你认为比较怪的动物,那种动物叫什么名字? 好,阿梦,你有看到过吗?或者是你有知道吗? 我应该也有看到,但是我现在想不起来 好,那大家想一下,没关系,想一下叫什么,对吧? 你们可能想起来了,诶,有可能是知道它的越南语,但是想一下它中文叫什么,可以去查一下看看,说给大家听听,给大家分享一下 好,有哪位同学现在是能够突然想起来,嗯,只要是你自己认为奇怪的也可以啊,不是别人认为奇怪,是你自己认为奇怪就可以 好,有哪位同学吗?如果不会念,可以直接打字 好,有哪位同学 好,有哪位同学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一个,好,这个东西大家觉得奇怪吗? 好奇怪啊 对啊,对啊,很奇怪,对吧?就觉得它很奇怪,对不对? 它叫心鼻咽鼠,是有点恐怖,它叫心鼻咽鼠,它这个东西它是在那个,嗯,那个美国,但是是在东北的美国,就是我们知道美国它分为好几个地区嘛,对不对? 美国是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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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好,它是主要在那个东北那边的美国,还有那个加拿大地区,加拿大地区啊,这种东西,在我们这边是很少很少,可以说是几乎是看不到的啊,好,这个是你看,嗯,怎么了? 好,大家认为它这个奇怪的这个地方,其实是它的那个嘴巴,是它用来找东西吃的,找东西吃的,好,除了这些,还有同学知道吗? 知道什么? 我想起来有一个,有一只动物叫做墨 墨 对 嗯,我还是打起来吧 啊,可以 说不定我都不知道是什么动物呢 是一种又像猪,又像大象的动物 这个对吗? 对对 啊 对 好,我们看到啊,它主要在这个东南亚 好,东南亚有十种 南美洲有四种 哦,东南亚的话那就证明 在越南有吗? 好像没有啊 我从来没有见过 那你们见过,你们见过还得了吗?请问 我就是在网上也没有见过 哦,哦,我天呐 它长得太长了 对,而且它有好几种品种 它怎么还有一点像大象呢?这样子看 它身上的那个颜色跟猪一样 对,我感觉猪还比它可爱 对 是当然了 这是墨,对吧?OK 哦,很神奇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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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抖音看的那个 这个动物 这个动物 越南里 像什么动物的 你想猜一下越南语叫什么呀? 我没看过这个动物的 嗯,因为它这里说这个在东南亚也有 所以我们就很好奇 因为越南也是东南亚国家嘛,对不对 但不知道 就是,我们看一下哈 对 哦,这是一种猪的 哦,它是一种猪 那我们这样子看 有吗? 有吗? 有耶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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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们没见过 就是,就说你们要是见过的话怎么办 对吧 它肯定很少 所以大家没见过 它肯定很少 它主要在哪里 啊,这个是 它还是关来,对吗? 对,不清楚 哇,这个很神奇 泰鸡怎么了? 哦,它已经见过了 哦,它已经见过了 啊,这个词叫绝绝 这个词叫绝绝 对,它已经绝绝了 哦 哦,OK 但是以前在越南有过,对吧 di deductible d红230-20 Honey 110cm 虫 E 里面 采 Stre ant tissues 特有 脐 脐 脐 蠚 然后我感觉 这个墨 这个东西 它其实这样子 一直看它的话 还是有一点点可爱的 确实很神奇 还有同学知道什么 其他的动物吗 还有没有同学知道 我在抖音看到 那个有一种 应该是老鼠吧 它长得很大 然后有的人才 把它当成储物 动物老鼠是这种吗 是哪一种啊 它很大的 很大很大的老鼠 就像那狗一样的 就是很大 但是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老鼠 好看一下 像狗一样的老鼠 哪里有 我也不知道 是这种吗 是这种吗 不是 我不很大 我看错名字了 就像老鼠一样 然后就 非常 非常大 非常大 像说电视老鼠 不是你很小的老鼠 像狗 像狗 看错名字 这不是这个 它又像狗 又像什么 我也不知道 因为很神奇 很多东西 这种吗 对 就是 这个啊 有 有的人 它一样 它那种情物 嗯 好像 是 是 哈 安娜 怎么会 它的名字很好听啊 它的名字叫水豚 哎 嗯 那我看错了 因为我 我 我只是刷到一个 绿瓶而已 啊 是 是 你看刚才老师说 就是这个 又像狗 又像猫的 这个 它出来就说有一个女的 然后它养了这个叫水豚 你刚才看到这里没有 你看 女子养了只特别的宠物 你看 疑似这个大老鼠 对吧 然后它就叫水豚 啊 那你看到的应该是这个 这个上面说 它的脾气很好的 因为这样子看的话 一个比一个还恐怖 好 OK 先这样吧 哦 我已经 已经纳沙了 我看那个海豚 你觉得好恐怖 嗯 对对对 是有一点 就感觉它的身体 好像滑滑的 然后 让人会比较起 鸡皮疙瘩 这个东西 其实也是 一直看一直看的话 也觉得蛮那种的 好 反正这个世界上 就是除了人很奇怪 各种各样的人都有了 动物也很奇怪 各种各样的动物也有 OK 我们接下来去看课文 课文给我们介绍了 哪些奇怪的动物 咱们一起去听一下 第十七课 小动物眼中的 课文 小动物眼中的 漫世纪 见过这样的场面吗 有人断来一个 盛着菜的盘子 立刻飞来一只 东张西兴的苍蝇 企图落在盘子上 人动手是打 手是打不住 一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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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瞄准都不用 一下就能拍照 苍蝇 在操作里面里 人类在 为 万万 快速的一拍 是个慢动作而已 人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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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样的 行动 一秒钟之内 接收的信息量 比 人类的 平大的 手 多得多 如果 不 下鸽子 就 显现 当 人类扫过 重力时 他在 微微颤抖 看上去 好像 体内有力 卖一致 走得 我们快好几倍 确切的 小动物们 内反 矢盾 工作 矢缓 让他人 的 人类 大大 奔出 大象 让他 整他 的 感知 可以 闪光频率 的感觉 类上 频率 典称 CFF 比 多 一 近 频率较低的 多刺激我们的眼睛时 我们看到 一 一 一 按 的 数 最 次 的 缩短 我们 最感到的 就 这是 一个 连续的 光 CFF 值 就是 眼睛 处理 光线 的 动力 速度越快 CFF 值 就越高 人 眼的 CFF 微 速度 和 左右 不 这 会 有 的 叫做 吧 全 CFF 是 在全面 联谊 电视 方面 不 是 剧组的 而是 系列 一直 直到的 迅速变换 仓名的 CFF 高达 250 赫兹 对 使 自己 反应速度 充滅 的 自卑 由於推論 作者的CFF與機器 者 和其前代速度有本 提及消息 報道的恐懈是新一般 性代速率略高 說明創業者有更可促的樣子是 但論證者 科學家殺死不死 主 把他們的體重、代謝性率和CFF標記在兩章譜表中 並且使得相對性 在科學的研究中,CFF值明顯是可顯得是身屬 也曾經發出過這樣的感慨,看似渺小的蒼蠅 很多人類的工智力,或是他們的思想 不能進行深奧的思考,對強大的對手無能為力 他們的環境能迅速做出判斷,使他們有更多的遵守機會 這位是真的實驗了 CFF速度上的實驗也是少數看上去更敏捷的人 小摸小狗是小兒,總顯得比成年更加動和消極 其實對於他們,是個修復的速度 好,完了,這就是咱們的課文 好,那聽完一篇課文之後 我們應該能夠知道,對吧 課文沒有給我們帶來特別奇怪的動物 反而是給我們詳細介紹了 我們在日常生活當中能夠見到這些動物 隨時都能見到這些小動物 他們眼裡的世界,對吧 他們有我們的區別啊 反應能力啊,速度不快的,對吧 好,在這裡有三個句子 讓我們去判斷正確還是錯誤 待會兒咱們再來看 好,我們先看到課文 在這裡的第一個章段,對吧 好,首先第一章段 它就是以一個提問的形式 你有見過這樣的產面嗎? 什麼產面啊?後面開始解釋 有人啊,特意去做這個試驗,對吧 端來一個盛著這個菜的盤子 誒,甘端來立刻 它用了一個立刻 就形容這個速度非常的快 立刻飛來一隻東瞻西腕的餐蝇 好,那這個餐蝇一飛來 它的狀態是東瞻西腕,對吧 它企圖落在盤子上 也就是它的目的 它之所以飛過來 目的就是要落在盤子上 人動手去打,卻總是打不中 好,這個過程呀 我們每個人肯定都有經歷過,對吧 如果吃飯的時候 會有什麼蟲啊,餐蝇啊,小懵蟲啊 這樣子的東西過來的時候 大家第一反應都是會用手去邀它 或者是去拍打它,對吧 但是呢,幾乎 應該可以說是少之又少吧 能用手把這個餐蝇打到的,對不對 好,那有人就很納悶,對吧 有人就很奇怪,就很好奇 貓為什麼能快速的跳躍起來 瞄準都不用,一下就能拍到餐蝇,對吧 貓和我們比起來 但是我們要大隔一些,是不是 科學家就做出了這樣的一個解釋 在這個餐蝇的眼睛裡 我們人物,人類啊 自己覺得自己覺得自己的拍手 這個動作很快 就像閃電一樣,對吧 但是呢,其實只是個慢動作而已 只是一個慢動作而已 在這個餐蝇的眼裡 好,這個就是我們的第一個自然段 給我們用這個平時我們經常做的舉動 來引出了餐蝇的區別,對吧 我們和餐蝇眼裡不一樣的視角 好,那這一段 他描寫了一個產面 是什麼樣的產面 用自己的話來概括一下音書 第一自然段寫了一個什麼產面 這個場面就是有人搬來一個盛著菜的盤子 然後有一隻餐蝇飛來 企圖落在盤子上 然後我們就覺得心凡意亂 動手去打 卻總是打不中它 對,好 就是一個很簡單的產面,是吧 好,但是呢,卻引出 用簡單的語言去描述 然後引出一些 讓我們感到很好奇的問題 好,這是剛才音書回答的 第一個自然段描寫的一個產面 那這個產面 對於這個產面 科學家他做出了一種什麼樣的解釋 啊,對吧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理由是什麼呀,秋草 科學家解釋的是 在上幾年裡 人類自認為 閃電班速度的一派 只是個慢動作而已 啊,好 那如果這麼一說的話 就是 我來說 你來看看 對還是不對啊 餐飲眼裡的視角 和人眼裡的視角 是一樣的 對不對? 不對 對 是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 啊,對 是不對的 是不正確的 不一樣的 我們自己認為快 可是 啊,在餐飲眼裡 不是這樣子的 對吧? 好,接下來我們繼續看 第二個自然段 好,所以呢 就有研究表明啊 有研究去證明 像昆蟲 這樣這麼小的動物 它在一秒 我們知道一秒很快的 一秒 現在我們講話 它都是這樣 嘔嘔嘔的動 對吧? 好,它一秒以內啊 能接受的信息量 比人類這種大體型的生物 要多得多 是吧? 一秒當中你想想 一秒你能做什麼 你能說話說幾個字 對不對? 欸,那我們如果在生活當中 去觀察一下這個鴿子 應該很少會有同學觀察 對吧? 好,去觀察一下這個鴿子 我們會發現 當這個鴿子 它的眼睛 它的視角 掃過周邊 也就是掃過它在這個地方的旁邊 附近的環境 它其實是有一點抖 微微的抖動 微微的顫抖 好,那我們看它這個顫抖的樣子 就好像它的身體裡面 是有一個鐘錶 有一個鐘錶 就是鐘錶 它不是有時針 分針 秒針 它會在動不停的轉動嗎? 對不對? 好,那這個鴿子看起來 就是這樣子的 好,那它走的比我們快好幾倍 意思是說 它的身體抖的這個速度 肯定是比這個鐘錶要快的 鐘錶轉動的這個秒速要快的 好,確切地說 確切地說 準確地說 在很小的小動物看來 像人類這種生物 反應迟鈍 動作緩慢啊 對吧? 他們看我們 就像我們去看比我們大的動物 像這個大象一樣 像大象這些體積大的動物一樣 很笨重 好,那就證明 我們和大象和牛 這些動物相比我們很渺小 可是呢,我們跟這些小昆蟲 對吧? 無論是螞蟻也好 餐蟻也好 蚊子也好 等等 跟它們相比 我們又是屬於龐大笨拙的動物 我們自己覺得反應快 在牠們眼裡是反應慢 對吧? 就像大象牠們覺得牠們反應快 可是在我們眼裡 牠其實是反應很慢的 對不對? 同一個道理 好,所以第二戰段 對吧? 我們就會得到一些真理 比如小動物一秒之內的接收量 謝謝亮呀 然後我們和鴿子有什麼不一樣呢? 對吧? 好,星星 那第二戰段有告訴我們 如果我們去觀察這個鴿子 我們會發現一些什麼東西? 嗯,如果我們觀察一下鴿子 就會發現當牠的自然找花周邊時 牠在揮揮戰鬥 看上去好像體內有另外一個中表 走得比我們快好幾倍 啊,對,那就是當我們觀察鴿子的時候 對吧? 感覺牠的體內像有一個鐘表 但是這個鐘表又走得非常的快 好,這個是第一個小問題 那第二個小問題 在這些小動物的眼裡 在這些小動物的視線裡 人類是什麼樣子的? 阿星 嗯,在小動物的眼裡 看來我們的人類是反應的很遲鈍 動作的遲緩 他們看的人類就像我們看的龐大 動作的大象 對,好,這個是小動物眼裡的我們 對吧,小動物眼裡的人類 它是不一樣的 好,和我們眼裡是不一樣的 我們的視角和這些小動物是不一樣的 是不同的視角 好,接下來咱們接著看 好,那為了去量化種種 種種的意思就是各種各樣 各種各樣 有很多 有很多 好,為了去量化種種 看不見摸不著的這個視覺感知 也就是你看摸 對吧,你的感覺 科研人員 也就是科學研究員 採用了 這種方法 這種方法 它是一個專有名詞 專業名詞 我們沒有去接觸的話 應該是不知道的 但是沒關係 知道它是屬於一種研究方法就可以 好,這種研究方法叫做 臨界閃光頻率 這個是它的名字 它的名字 好,那臨界閃光頻率 是中文 是中文 那它的英文 對吧,這是它的英文名字 簡寫 簡稱 就是每一個字母的開頭 是CFF 對吧 好,那比翻說 比如說 什麼叫比翻說 比如說 這裡就是給我們講 它的概念 也就是 什麼是 臨界閃光頻率 好,臨界閃光頻率 再說 好,概念啊 概念 當一個間隔 間隔 也就是有距離 有區分 間隔頻率 較低的 觀 刺激我們的眼睛 我們看到的是一個連續的觀 大家想一下 你們在騎車開車的時候 特別是晚上 然後前面有來車 有來車 有來車 有對車 當它一直按這個閃光燈 遠視燈的時候 你的眼睛還看得清楚嗎 對吧 我們是這樣過去 它是這樣過來啊 這個是對方的車 天哪 我不怎麼會畫 這是對方的車 這個是我們 這個是我們 好,那燈光 這樣子打 這樣子閃 它的也這樣子閃 好,這個還是對線啦 對線 可是眼神一樣會碰到 對不對 那我們 特別是它這樣 閃 閃 閃 你看 這個地方就是它的間隔 這個地方就是它的間隔 好 好,我們就會看到一個連續的燈光 好,那這個CFF值 也就是這個零界閃光的這個頻率 它的這個反應 就是我們的眼睛去處理這個光線的速度 如果速度越快 它的數值就越高 也就是CFF值就越高 比如你這個零界閃光頻率是1 對吧 那就它的速度就是 你比較不出來 你比較不出來 因為你要有一個其他速度你才能夠比較 比如這個它的這個CFF 對吧 數值是1 好 這個數值是1的時候 它的這個速度 咱們就好像是這樣子的吧 對吧 那如果這個CFF的值它是8 那有可能就直接是這樣這樣這樣的 對不對 要有一個比較 要有不同的數值比較 我們才可以知道它到底是不一樣在哪 這個是要去比較的 好 這個就是這個自然段 這個自然段當中 大家只要知道 什麼是CFF 對吧 英文叫什麼 中文叫什麼 然後它是一個方法 它的概念 如果 你沒有夠理解 你可以去看一下CFF是 什麼 就行了 不要去記 沒必要去記 好 接下來繼續看到下面一個自然段 好 在人的眼睛當中 人的眼睛當中 我們的這個CFF值 它一般是60赫兹 左右 這個是人的 這個是人的 好 但是像狗 對吧 好我們把狗 換一個文雅的稱呼 文雅的稱呼 叫犬 對吧 叫犬 那犬 這種動物 它是一種動物 對吧 我們人也是動物 人是高級的動物 人作為高級的動物 我們的CFF值才達到60赫兹 但是犬 它達到了80赫兹 就比我們多出了20赫兹 對吧 好 但是啊 在這個全的眼裡 電視的畫面不是連續的 不是連續的 想像一下大家現在在看這個畫面 你現在在看我的電腦吧 對不對 你看得很清楚的 而且如果我這樣子調 你看你是可以看到它在動的 對不對 你是可以看到它是不一樣的在動 你看不一樣的在動 你是可以很清晰的去看出來 好 但是啊 它是犬 它是一系列靜止圖像的迅速變化 啊 也就現在你們看到課文這兩個字 現在它是靜態的不動對吧 如果我現在這樣子調 哎 大家會發現有可能它就 好 老師上面那個是不動的啊 沒有動 我給大家弄另外一個吧 好 比如我們看到啊 這裡吧 我圈出來紅色大大的這個 好吧 好這個地方我們現在看它是靜止的 那我們這樣子調 大家會發現對吧 它不在了 可是 對於這個犬來說 現在看的這個東西是靜止的 待會一條 它就是 這樣子馬上變 比我們要快很多 比我們要快很多 好 這個是犬 這個是犬類 那我們看到這個餐櫻 這種動物 這種小動物 會飛的小動物 它的CFF值 達到了250赫兹 我們人之六十 還沒有上百 全也沒有上百 可是苍蝇它這麼小 它就已經上百了 並且還不是100 是250 對吧 好 那所以對它來說 我們看到的普通變化 在它的眼裡 就是可能就這樣就沒了 這樣就沒了 這樣 對吧 那就很快 這個速度就非常的快 好 所以如果用它的這個視覺刺激反應 速度相比的話 是我們人眼的四倍 我們是六十 他們是250嘛 對吧 好 接下來咱們繼續 接著看下面的一段 好 因此就有科學家去進行一個推論 物種 這個物種是包括了所有的物種 所有的物種 無論是人 還是犬 還是餐蝇 還是其他動物啊 我們的這個CFF值 它其實是和本身 也就是我們自己 體重還有新陳代謝的速率是有很大的關係的 有兩點 第一點 本身的體重 第二點 新陳代謝的速率 好 如果你的體型越小 信號 傳達到大腦所需要的時間就會很短 想想看 這個人 只有1米5 這個人 他有2米 對吧 那他 達到 就是他吃進來的東西 給大家舉個簡單的例子 他吃進來的東西很快就可以消化 可是這個很高的人 他要走走走走走走 這樣子繞 就很費時間 就很費時間 所以 其實 根據這個 就是因為這樣子 做出這個研究 大家如果有所了解的話 會發現 不是絕對 但是 大部分時候 個子很高的人 他去世 會比個子小的人要快 當然了 我說的小是正常的小 不是那種有病的小 不是那種有病的小 一般個子很高的人 他去世會比正常這個身高的人要快很多 因為消耗很大 消耗很大 啊 好 那新陳代謝速率越高 他就說明在你傳遞的這個過程 你更需要去有很多能量來進行一個支撐 來進行一個支持 啊 那這個論證 對不對 對吧 科學家的推論 對不對 我們就要去證實他 去證實這個推論 所以科學家就篩選出這個34種動物 啊 不是一種了 用了這麼多動物來進行一個對比 進行一個比較 把他們的體重 代謝速率和CFF標記在同一張圖表上 對吧 然後呢 就看他們有什麼不同 看他們這三個方面有什麼不一樣 有什麼不一樣 是高 還是低 是高 還是低 是一樣 還是 相差 很大 對吧 那這個就是我們去區別去區分去得到去證實去推論他 好 所以呢 在這個34種動物裡面啊 排名最高這個CFF值排名最高的這個動物這個生物是松鼠 松鼠這種動物好 松鼠這種動物 接下來咱們接著看 好 那下面就當這個科學家論證之後 作者就進行了一個小總結 好 人類呢 肯定是在之前發出過不一樣的感慨不一樣的感嘆對吧 那些看起來很小的一些小動物比如蒼蠅 他竟然可以躲過這個人類的攻擊 那就證明他有他自己的優勢也就是有過人之處有過人的地方 這個就叫做有其過人之處啊好 我們看一下他的過人之處在哪 他沒有博大今生的思想對吧 不像人一樣可以進行深奧的思考 好 他也對比他大的這個強大的這個對手啊沒有辦法去打贏他 沒有辦法去打贏他的對手 是吧 好 那但是他就有一個優勢 他的過人之處就在於他可以對外部環境迅速的這個做出一些判斷 就因為這個理由這個優勢使得他們生存下來的機會有了更多選擇 好更高了更高了 好所以呢他們有的這個過人之處這個優勢相當實惠 也就是很划算對吧 雖然他們不能夠打贏對手 但是他們可以很穩地躲開對手 躲避對手 好 那正因為在這個信息處理他速度上的差別 他的區別 也就是正好就是這些小動物他們看上去反應很快很敏捷的原因 啊 就是剛才咱們說這個CFF值的高低不同 高低不同 好 甚至是這種小貓小狗啊或者說是小孩對吧 他們總顯得要比這個成年的個體更為好動和交集 是不是 像很小的貓很小的狗和小朋友 他們都坐不住待不住 比我們這些就是成年人 他們要更喜歡動啊 也會情緒啊更加的不穩定對吧 但其實這個速度對於他們來說是剛剛好的 是一個很悠閒的速度 但對於我們來說就是感覺 好像比我們更愛動 可是對他們這個年紀啊就是剛好 好 所以雖然是用小動物來進行一個論證和研究 但其實人類也是如此啊 人類也是如此 好 那我們看到前面 根據前面的這個課文 這個小課文啊 我們看一下看一下老師的問題 好 那為了要去研究這種視覺感知 這些科研人員他們用了什麼樣的辦法來去研究呢 音書 他們用了臨界閃光頻率的辦法 叫做臨界閃光頻率 CFF 對他們的辦法就是叫做臨界閃光頻率 或者叫做CFF 好 對的很好 那我的第二個小問題是 人類啊 我們說的是人類不是小動物啊 人類的這個臨界閃光頻率 人類的這個CFF 它和其他的小動物有什麼不一樣 有什麼不一樣啊 有什麼不一樣啊 有沒有什麼不一樣啊 有什麼不一樣啊 人類的FDL就比動物低的很多 比这些小动物的要低很多 是不是 对好 虽然是很短的一句回答 但是答案是正确的 答到点上了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到 我们继续看到 下面一个 那这个 临界闪光频率 也就是CFF 它和什么有关系 它和什么有关系 阿星 我们的肾体 肾体 体肾的体重和 进程代谢 有关的 对没错 CFF和我们的自己本身的体重 以及新陈代谢速率有关 两个条件 两个有关点 两个有关点 那油这种关系 它是什么样子的呢 也就是 为什么会和这两个有关 比如你体重大 体重重 体重小 又会怎么样 你的新陈 这个新陈代谢速率高 怎么样 低的话 又怎么样呢 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星星 好 是新陈代吗 我在 在 在中间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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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重更小 GFF会更大 是的 可以这么说 然后如果我们是根据这个课文当中的原话 就是它的体型体重越小 信号传达到大脑所需要的时间就会很短 那如果它的新陈代谢速率越高的话 说明在它传递的这个过程当中 就具有更充足的能量去支持它的新陈代谢 好 这个呢 就是咱们看的这个赞段的小提问 小提问 好 接下来咱们继续看到 那科学家这些科研人员啊 他们是怎么去证实的 怎么去论证的 怎么去论证的呢 秋草 这是科学家 嗯 这个词 三选 在选出24种动物 把它们的兼型体重 带谢速率和CFF标记在同一张图表中 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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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示出了 显出了相关性 嗯 好 对 好 对的 它们的这个方法就是先筛选出这个34种动物 然后呢 把这些动物的体重 带谢速率和CFF标记在同一个表格上去对比去对比它的这个变量 对吧 看看 看看体重高的是哪些低的是哪些以及这个代谢速率高的和CFF高的低的是哪些对吧 那经过科学家的这个论证推论方法他们得出的结论就是是哪一种动物 在这个对比当中它的CFF值达到了最高是哪一种动物 星星 三十四种动物当中是哪一种最高CFF值 CFF最高就是松鼠 对 松鼠 对松鼠这种动物 它在三十多种动物当中相比 它的CFF值达到了最高达到了最高啊 它并不是体积最大的对吧 它并不是体积最大的 可是它却是这个CFF值最高的 好 接下来咱们继续看到下一段啊 好 这个就是我们我们的这个最后一段刚才咱们已经看掉了六第六段好第七段我们已经看完了得出一个结论好那最后一段我们再进行个小总结就是说每一个物种 每一个物种无论是大动物还是小动物对吧 也无论是人还是这些其他动物在他们的年纪啊在他们不一样的年纪他们的信息速度对吧信息的这个处理速度虽然有差别但是呢 这其实是一个刚刚好的速度是相相匹配的和它的体重和它的年纪对吧和它的这个新陈代谢它是相匹配的我们不能站就是一个站在我们这个成人的角度去看这个小孩的角度对吧 就像我们不能站在人的角度去看小猫小狗餐饮的角度一样因为我们不是他们对不对 所以才需要这个科研人员去研究出对比出他们的角度是什么样的 他们的角度和我们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好 这个就是需要科研人员去证实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自然段 那我们返回去啊 我们看一下 刚才都是我在读 好 来首先看到第一个自然段阿梦请你来读一读看看 你见过这样的场面吗 有人带来一个盛着菜的盘子 立刻飞来一只风张西望的苍蝇 企图落在盘子上 人动手去打 虽然总是打不住 有人带为什么能快速跳入起来 描述都不用 一下就能快到苍蝇 科学家这样解数 在苍蝇原理 人类自然为闪电般快速的一拍 只是慢工作而已 对的 第二自然段音书 有研究表明昆虫这样的小动物 一秒钟之内 接受的信息令 比人类等体型大的动物多得多 如果你观察一下鸽子就会发现当它的视线小过周边时 它在微微颤抖 看上去好像体内有另外一个钟表 走得比我们快好几倍 确切地说 在小动物看来 人类反应迟钝 动作迟缓 他们看人类就像人类看庞大笨多的大象 好对 接下来第三自然段秋草 为了量化种种看不见摸不着视觉感知 科研人员采用了灵界闪光视率的办法 灵界闪电视频率 简称CFS 比方说 让一个 整个 频率较低的光 对替我们的眼镜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连续的光 CFS 直反映的就是 眼睛处理光线的速度 处理速度越快些 CFS就越高 好对 这个是频率 频率 以及间隔 间隔 对 是的 间隔 好 第四自然段 安心 人养 人养的CFS为60 HJ左右 狗 我们在读课文的时候 把这个单位读出来 就是赫兹 赫兹 赫兹 好的 人养的CFS为60 赫兹左右 狗 狗 我们固执 画一下文雅的证乎吧 选的CFS为60 赫兹 在选的眼里 电视画面 不是连续 而适宜 计厌 禁止图像的迅速变幻 相应的CFS告达 250赫兹 对视觉 自己的反应速度 是人类的四倍 人眼的四倍 对了 好 接下来 第五 自然段 阿孟 你来 有科学家推论 不种的CFS 与其本身的体重 和精神代谢 复义有关 体型越小 星号传达到大脑 所需时间越短 精神代谢速率越高 说明全帝国成有 纵中族的能量缺持 在论证这一堆论时 科学家筛选出 34种动物 把他们的典型体重 代谢速率和CFS 留线在同一张图表中 变量显示出了显著的相关性 在科学家研究中 CFS 与最高前的是送数 好 接下来 第六 自然段 音书 我们也许曾经发现过这样的感慨 看似渺小的畅影 既然能躲过人类的攻击 势必有其过人之处 确实 他们没有博大精深的思想 不能进行深奥的思考 对强大的对手不能为力 但对外部环境能迅速做出判断 使他们有了更多的生存机会 这一优势真的是汇集了 好 最后一个自然段 也就是第七自然段 星星 而星星处理 星星处理速度上的差别 也是小动物看上最更明确的原因 小猫小狗 甚至小孩子 总显得比整年个体更为好动和消极 其实对于他们 这只是歌收 收什么了 是悠闲 悠闲的速度 好 对这个 这个是好动 好动 对 不是好动 好动 好 对这个就是七个自然段 接下来我们上去看到这个判断题 好 第一个判断题是 昆虫在一秒钟接收的信息比人类多得多 秋草是对的吗 一秒钟接收的信息比人类多得多 昆虫这种动物 对吗 秋草 这个是对的 第一个是对的 你在哪里找到它是对的 我们刚才有学在哪里 课文 课文的第 第几站端 我不记得了 好 你不记得了 好 课文的第 第几站端记不得 你没有看到课文是你没有课本 我没打开 我一直试试看你的老师 哦 你看我的课件 OK 但是你也判断出这个是 这个是对的 这个是对的 好 那看到第二 第二 眼睛处理光线的速度越快 这个CFF值就越低 阿欣 你认为这句话 跟我们的原文符合还是不符合呢 跟我们的原文是不符合的 是错了 嗯 错在哪儿 嗯 远 远近 助理光线的速度越快 CFF值就越高 对 是越高就越快 对吧 它是一个正比 而不是说越快就越低 对的 很好 接下来第三 第三 物种的CFF 可能与其本身的体重 还有这个新陈代谢的速率是有关系的 星星 是对的 是对的 好 也就是和两种 对不对 刚才咱们说了 和什么有关 就和它本来的体重 它本身的体重 和新陈代谢速率 这两个原因是有很大的关系 好 这个就是咱们的三个判断 三个判断 好 接下来咱们回到下面的这一个地方 好 这个提问呢 跟刚才我们在学习课文分析课文的时候 我给你们问的那些问题差不了太多 对吧 一样的 好 那我们看到 第一个小问题 在打残音方面 人和猫有什么不一样 为什么他给了我们这个三个 三个小提示 对吧 哎 阿梦 关于这个问题啊 用你自己的话来说 就人和猫会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在打这个残音方面 为什么会不一样 人和猫打残音 为什么 是谁可以打到 谁打不到 是 猫可以打得到残音 并且它们也不用瞄准 但是 但是 人类就不一样 嗯 我们几乎是打不中 苍蝇的 好 对 理由呢 哎 你说的是对的 理由是什么 稍稍的做一个小解释看看 嗯 理由就是在我们的 在残音的眼里 我们很可能很快的一排 一排就是一个慢动作而已 是的 在残音的眼中 我们抬手这个动作是很慢的动作 只是我们自己认为快 可是在它们眼里看来 并不快 是吧 好 很好 好 接下来第二个小问题 那昆虫等等这些小动物 它们在接收信息的时候啊 跟人类有什么不一样 好 用自己的话来说 小动物接受的信息量比较大 比如鸽子在接收信息的时候 它经常是颤走的一种状态 就是好像它的体内有一个 比人类更快的 一个钟表一样 人类的反应比较迟短 动作比较迟缓 对 没错 好 就是这个 在这个鸽子 对吧 鸽子它们的这个反应速度 信息接收量 时间也不一样 速度也是不一样的 好 很好 接下来下面是一个概念题 这个不用大家回答了 在课文上有什么是CFF 对吧 CFF叫做什么什么 它又叫做什么什么 这个课文当中有 不需要大家回答 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 下面一个啊 人和狗等等 这些动物相比 它的CFF值有什么不一样 是谁高 是谁低 它的这个打CFF值 打到了多少赫兹 秋草 人和狗相比 狗的CFF比人高 它是八十和字 人是五十和字的 嗯 还有吗 还有参应呢 参应呢 参应达到了多少 参应达到了二十五 别人呢 嗯 多四倍 二十五还是二百五 二百五 二百五 对 二百五二百五 好 少看了一个零 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 下一个问题 刚才我们做判断题的时候 也做过 回答问题也回答过了啊 记住 CFF值就和两个东西有关 第一是体重 第二是新陈代谢 好 下一个问题是 为什么小的动物 会看上去更加的敏捷 对吧 也就是说 这个鹰苍鹰它为什么 可以躲过人类的攻击 为什么可以躲过人类 可以去敲打它 用根据这里给的这个小提示 阿梦 不好意思 老师 你不是也在说一遍吗 嗯 好 我刚才的这个提问呢 就是在这里 对吧 为什么那些小动物看上去 会更加的敏捷 也就是说 餐鹰 为什么可以躲过人类去打它 理由是什么 它躲过的理由是什么 嗯 嗯 嗯 就是它对性格做出的判断 比 嗯 人类快得很多 嗯 嗯 对 这样是它们有更多的生存机会 对 没错 很好 就是它的一个判断 对吧 它的值 这个CFF值不一样 越高的话你判断出来 这个速度就很快 好 接下来下面一个提问 咱们也不用去看了 对的 为什么小动物看上去更敏捷 我们刚才都说了嘛 对不对 CFF值都不一样啦 你CFF值越高 你信息处理的速度就越快 对吧 好 接下来咱们继续看到后面的一个小部分 那关于这个写作部分啊 对吧 这篇课文就是给我们看到了小动物当中 它的眼里的世界 也就是它跟我们人类的区别 特别是在这个CFF值之间 好 那这篇课文讲的是一个自然现象 对不对 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很自然的一个现象 那 人 为什么打餐也很难 但是呢 小毛就很容易 对吧 刚才说的理由就是因为CFF值得不通 把这篇课文简短写到400字 一样的是一个概括题 现在咱们都是主要还是训练这个概括题 好 继续看到下面的一个部分 好 这个部分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对吧 并句 这一刻主要给我们讲这个并句的理由 好 好 我们看到 下面 如果我们在写作说话的时候就不说了 因为我们说话几乎说话是不讲究这个语法的 对不对 不讲究这个语法的 好 所以呢 那主要是在这个写写作当中写作当中我们说话或者是用词会多说多用多写对吧 一句话当中一句话当中 所以这个东西呢 这个句子 这种句式结构 这种句子就叫做这个 句式杂柔 句式杂柔 也就是说重复了 说太多了 我们就是可能重复使用了嘛 重复使用就导致这个句子的结构有问题 诶 怎么同时说 怎么同时说 好 来我们看一下 首先在这里第一个小并句 我发觉为什么只要你用功成绩就能提高了 诶 口语当中 丝毫感觉不到他的大问题 因为你们是可以懂的 好 我们看一下他分析的 发觉 对不对 我发觉 我感觉 我发现 是吧 他在这用的是陈述的语气 但是却用这个疑问 我们怎么发现的 后面有个句号 后面有个句号 这个就是你本来是想要说陈述也就是肯定 比如我发现你越来越喜欢睡觉了 对吧 这句话就是陈述句 那最后应该是句号结尾 为什么又是陈述 却最后又是一个疑问 我发现你最近越来越睡觉了 诶 口语当中如果这样子讲的话就是话里有话 是故意这么说 对吧 好 那在这里给我们改的是 我发觉 只要你用功 成绩就能提高 把为什么和问号省略 因为为什么这个词是标准的疑问句式的词 为啥 为什么 理由是什么 对吧 用到什么这个的时候 什么这个词的时候 就会加上一个问号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会发现它主要是想表达肯定的语气 那我们这种疑问词和疑问符号都要修改 都要修改 第二句 第二句给我们的语言句是一个并句 欣欣你来读一读这一个并句 做了演员后 他一方面努力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 一边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也是很重要的 好 在这里用了一方面一方面 好 我们来看一下他所谓的这个一方面 他说的两个地方 做了演员以后 他一方面努力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 一方面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 我们看到了前面这里一方面努力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 对吧 然后又说了另外一个方面 他这个呢 到文化修养这里 他就已经已经很完美的表达了他的主要意思啊 好 但是呢 最后又加上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也是很重要的 他就造成了一个重复使用混用 结构就很乱 也就是你前面都说了 你后面就不要再加这个词了 要不就是你前面没用 后面你加上这个也是什么什么很重要的用来强调 对吧 因为你如果同时在前面和后面都加的话 他就会导致别人不懂不理解你的主语是什么 好 接下来咱们接着看 第三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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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音书你来读一读这个病句 原来分为地震突袭抗争救灾灾灾后重建美好家园四部分组成 充分显示了灾区人民不怕困难自强不息的精神 好我们看到啊 在这里有一些词是稍微难一些的地震突袭抗争救灾灾后重建美好家园四个部分 这里有个固定搭配分为什么什么部分分为哪些部分对吧 分为啊开头正文结尾这些部分对吧 然后他前面已经用了这个一个固定的词词组搭配了 后面他又再继续用有什么什么组成 他就是重复了呀对吧 你要不就分为这四部分 要不就说有什么什么组成 这几个句式结构啊 它是固定的 大家会大家要要稍微去记一下啊 就去啊 这里你们把它勾起来就好 我也不用答对这个部分分为什么什么部分和有什么什么组成 比如我的家庭是由爸爸妈妈我弟弟哥哥姐姐组成 那你就直接说我的家庭分为爸爸妈妈哥哥姐姐亲戚等等什么部分对吧 这个部分就是由这些部分去组成的了 有什么什么组成这里填的就是部分 然后这里是把部分拆开来说 它意思是一样的 这种就造成了这个句式的重复和混乱使用 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四句 第四句秋草你来读一读第四个句子的并句 是 消费者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对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深受管但消费者所欢迎 然后在这里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固定的搭配了啊 深受什么什么的欢迎 这个是一个句式结构啊 比如他深受越南粉丝的欢迎 深受什么什么的欢迎 这个是个固定搭配 大家可以记一下 然后在这里有一个锁 之前咱们有学过的 对不对 为什么什么锁 为什么什么锁 后面跟的是动词动词啊 你要不就用一个受什么什么的欢迎 或者直接就用为什么什么锁 加上一个动词 不要去重复使用 不要把这个前面加上这个后面啊 它是乱的 是乱的 好 就像咱们越南语也是一样的 如果这个你不好记 你就去想一想越南语当中 越越南语当中啊 你不可能去把这个词去给它换掉 就像很简单的一个 对不对 你可以说 你可以把这个马管换成其他的词吗 对不对 不仅但是和不仅而且在中文当中差不多 中文当中差不多 对吧 你就去记一些跟越南语当中 它是有差别的 那样子就会好区分一些 好 所以这里我们要不就用前面这一个 好 用前面这个受什么什么的欢迎 这个锯示的话 这个结构的话就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深受管大消费者欢迎 好这个是第一个句式 那改成第二个句式就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为管大消费者所欢迎 对吧 为什么什么所或者是深受什么什么欢迎 好接下来第五句 第五句 欣欣你来读一下第五句的病句 好 好 可以 好 可以 下 朝鲜的条件处存会伸展还去美术,还去美术能够使人值爱。 好,花生在潮湿的条件下储存会伸展还去美术,还去美术能够使人致癌。 好了,我们看到,还去美术能够使人致癌。 这里呢,这个句子没问题,但是它同时使用了这一个,对吧? 使人致癌,对不对? 在这里我们是和这个由这个,由什么什么这个使字, 就像你使我感到郁闷,对吧? 使什么什么,这个不要打成一个混用。 混用,因为当我们发现这个句子啊,它用一个词就能,就能够表达清楚的,你就不要再给它多加一个词。 像这个得字一样,像这个得字一样,对吧? 有的时候你是加上得,但是并不是任何时候你都在说得。 我会发现有一些同学刚开始学中文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个得啊,就是随便加,然后反而造成了他可以说对, 可是就是因为他的这个想法,他多加一个得,就让人听起来就是,哎,他的中文怎么怪怪的,对吧? 就是因为一个字,一个字的重复使用,好,导致的这个问题。 这个就叫做巨式杂揉,就是你重复使用,或者是你乱用,把它混在一起,就是把它很杂的揉在一起使用。 好,像这些固定搭配,大家可能这个点可能会比我们要去记那个主卫兵定状不要难一些,因为它是一个巨式的固定搭配。 嗯,这个可能如果大家愿意的话,我们可以抽下一节课的一半的时间去讲一下,也是没问题的。 我的意思是说,给大家补充一下,在这个中文当中的一些这种情况,固定搭配的情况,像比如大家经常见到这种,嗯,叫什么? 刚才我们有看到这个,由,由什么什么组成这种句式,你会发现对不对? 它就是写一个由,你不要写个由什么什么组成,由什么什么组成,好,对吧? 它其实是可以的,可是如果把它翻到同一句话,你就直接说由,由什么的组成。 如果你要说由什么什么来组成它去干嘛,啊,还是需要一个时间去让我们消耗这个句式杂如这个部分,因为说法不一样,它的句式就会发生改变。 像我们平时学那个语言点的时候,对吧,换句话说,也就是它的意思是,这个在口语当中,老实际上说没问题,可是你们想想,如果是我写呢? 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换句话说,换句话说,就是,怎么怎么样,OK,没问题,可是如果,我在我写字也说,这个东西换句话说,意思也就是说,对吧? 意思也就是说,和换句话说,它就是一个句式杂如,它就是一个混用,所以我们在说话的时候,混用没关系,写的时候不要去混用,这个就是,出题者,它的这个用心,啊,它这个故意的这个用心,好,接下来咱们去看到, 这个是一个练习,我们到时候是要把三课的这个习题是一起讲的,一起讲的,啊,大家去看这里的五个句子,这里的五个句子,它出现的同一种错误,都是句式杂如,好,接下来这个词意呢,大家可以下去看,啊,能记的话,记是最好的,为什么要这么说,啊,呃,在这里的这几个词啊, 这几个环色这边,左边这个环色的这个词,它呢,分开,它其实是有意思的,它比较容易好记,像我们第一个这个,导向,导的意思是带领,向的意思是方向,那导向呢,就是带领我们,引领我们去到某一个方向,对吧? 它可以是正确的,也可以是错误的,比如,老师导向我,对吧?老师是我的导向,引领我走向正确的地方啊,等等之类的,就带领我去哪一个方向,往哪一边走,好,下一个和解是一样的和,就是和气,不要有矛盾,解就是解开,解释,啊,消除,那和解,矛盾,啊,对吧? 放弃这个矛盾,消除这个矛盾,就叫做和解,我们不要吵架了,我们和解吧,对吧?好,下一个搏斗,搏和斗,它们都有打的意思,那搏斗在一起啊,意思就是我们面对面的去打架,叫搏斗 好,下一个保眼,保是保护,眼就是你要去调眼,啊,休息,调眼,叫做保眼,那我们夸一个老人 比如他可能五十岁,可是他看起来就只有三十四十这样子,对吧?我们这个时候用的就是这个词,你保养得好好,都看不出来你有五十岁,也就是他可能保护他的皮肤,保护他的身体,调养得很好,对吧?这个就叫保养,又保护,又调养,叫做保养 好,他就是两种意思的结合体啊,下面的词都是这样子的,都是这样子的 好,我们一起看一下,倒下,和解,搏斗,保养,参白,腐烂,陈列,表决,腐蚀,反思,精华和罢工 好,在这几个词大家可以下去看,然后把它记一下 好,那我们现在请同学来读一读看看啊,首先前面三个,我说的是前面三个,欣欣你来读一读看看 好,这里面有拼音,第一个是导向 好,第二个是和解 没关系,下一个是搏斗 对,斗,第四声,好,对,没事 好,接下来下面三个,下面三个,下面三个,阿欣 是保养 下面是什么语的来读 参白 参白 下面是腐 腐烂的 对,腐烂 好,这个 对,这个 参白 对,这个参白我们可以用来形容脸色很参白,对吧 人身体不好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可以说,诶,你脸色怎么看起来怪怪的,有点参白,你是不是不舒服 好,下面这个腐烂,不让大家看起来这个腐字,有没有一点熟悉呀 这个词怎么读 不腐 对,豆腐,这个时候你又觉得熟悉了吧,这个腐和这个腐是同一个腐,好,接下来下面三个,下面三个,秋草 好,你看到这个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在这里,刚才我听到秋草 好,这个是成列,这个是粒子,你们看一下这个列和粒很像,但是一不一样 不一样吧,对不对,它就是多了一个单人盘,有没有单人盘的区别,有没有单人盘的区别 好,一个是列,好,一个是列,一个是利,了,了叶列,了一利,好,注意看有没有单人盘,好,接下来下面三个,啊,阿梦 好,对,好,这个词,大家下去把拼音写在旁边,如果不知道的话,重要的是这个句式杂柔,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语法,这个并句啊,是最难,最难找的,最难找到的,啊,我再说一下,这个我们要,你会读,你会发现,我读起来,我觉得对啊,我可以理解这个语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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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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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十五十六十七 大家下去把它完成 没有完成的同学下去把它完成 好 那有没有同学有提问 那个老师 语言苍白是什么意思 苍白 你说脸苍白吗 语言苍白 语言苍白 就是你的语言 没有色彩 非常的单调 非常简单 对 就叫语言苍白 好 还有同学有疑问吗 没有 好的 那大家下去看 我看一下待会老师 给大家去 发到群里 就是有一些经常会用到的 一个句式结构 句式结构 我待会会发一个文件 在群里给大家下去看 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好吧 谢谢老师 好的 好 那如果没问题 我们今天的这个课程就到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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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晚安 拜拜 拜拜 謝謝